接下來要叫做常見的鹼 第一個也是所謂鹼的通性 鹼的通性 所有的鹼都有氫氧根 所有的酸都有氫離子 所有的鹼都有氫氧根 這個重點要備好 然後藏起來有色味 摸起來有華麗感 也可以溶解脂肪跟油類 忘記了就想到肥皂 肥皂容易水會是鹼性 所以肥皂摸起來有華麗感 藏起來有色味 肥皂可以溶解脂肪跟油類 想肥皂就好了 有肥皂 然後就是有一些有主持性 看完就算了 一樣有個重點叫做顏色 很舒服的顏色 要備好 池蕊分泰廣用的顏色 要備好 一樣要把顏色備起來 就剪了通性 然後減加吸汁 放熱這裡 就用背嘛 想說沒背就放熱就好了 好再來第一要叫做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白色固體 因為有腐蝕性 所以叫做氪氧化鈉 因為溶與水 會放出大量的熱 所以叫做燒鹼 所以叫氪氧化鈉 有原因 有腐蝕性叫氪氧化鈉 會放熱叫燒鹼 然後記得這件事 它會炒鹼 它會吸收水氣跟氧化鈉 炒鹼 所以實驗室會拿來做一些用途 我們國中沒有 記得它吸收水跟氧化鈉 產生炒鹼的現象 做人造纖維 國中沒有膠 做肥皂有膠 有氫化鈉 有氫化鈉 記得就好了 下一個叫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白色固體 俗稱叫做熟石灰 熟石灰 熟氧水叫石灰水 好 熟氧水叫石灰水 是一個便宜易得的鹼 為什麼便宜易得 因為你只要把碳酸鈣 貝殼 大理鹽 石灰鹽 方解石 都是碳酸鈣 拿來加熱 就會產生氧化鈣 下面的第一個方程式 然後再把氧化鈣 通入水中就會得到氫氧化鈣 第二個方程式 所以叫做便宜易得的鹼 然後這個俗稱要記得 我們現在考試上面很少有俗名 或者考俗名 這個會有寫的 你要知道石灰或生石灰是氧化鈣 熟石灰是氫氧化鈣 熟石灰是氫氧化鈣 然後灰石是碳酸鈣 灰石是碳酸鈣 這個俗稱要會 會知道他們這個俗稱要會 就是為什麼它是一個便宜易得的鹼 OK 然後呢 它就是 薯微水通入檢驗二氧化鈣 好 純青薯微水通入二氧化鈣 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那個沉澱就是碳酸鈣 有 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就是碳酸鈣 方程式寫在這裡給你看 OK 好 它的俗稱叫做灰石 碳酸鈣 什麼叫灰石或石灰石 灰石灰石 OK 就是這個用體 這個重點 澄清石灰水 可以檢驗二氧化鈣 中二氧化鈣 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OK 好 記得 好 這個是 是 我們要教你那個檳榔裡面添加物 所以它會對身體有害 因為它會改變酸鹼質 使得腐蝕都會增加 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下 叫你不要隨便攪檳榔 攪檳榔容易得口香來 還有牙齒會整個壞掉 整個壞掉 OK 第二個叫鞍 鞍 鞍就是也沒有顏色有毒有臭味 還有味道 它也極易溶於水 所以可以做噴泉實驗 因為鞍的分子量比空氣更加小 所以是用所謂的向下排氣把它收集 好 抑鞍沒有鹼性 因為它沒有溶於水 不會解餘出氫氧根 所以沒有鹼性 讓冰醋酸沒有酸性一樣 然後呢 鞍的水又叫鞍水 血液叫做氫氧化鞍 俗稱叫harmonia 又有人叫它方香鞍水 方香是只有味道的意思 那味道是臭的 味道是臭的 然後呢 氫氧化鞍 harmonia 看一下 知道一下 因為氫氧化鞍水會有個氫氧根 所以是鹼性 OK 好 俗稱 再來 好 剛剛講過了 氨跟氯化劑會產生白色氯氯 這個骨收很重要 現在不太交易 不知道為什麼 想弄一下就可以了 好 這是一個重點 我們怎麼做氨 阿婆法之氨 直接把氫跟氮加在一起 就變成氨 重點 它要加高溫高壓 重點 它拿實際上做化劑 鐵粉 這個實驗的重要就是 它要拿鐵粉當作的催化劑 然後讓氫跟氮直接化合成氨 就在歷史上很重要 現在是來考試用 現在是考試用 我在歷史的發展中 這個是很重要 阿婆法是很重要 最後 它這個是有殺菌的功用 可以做一個加以清潔劑 如果大家可以做肥料 做肥料 做肥料 看看就可以了 尿素之類 我都也沒有講話學生 知道這玩意而已 看一下 最後是跟各位介紹 常見的簡一樣 請你把所有該背的事情 給它背起來就好了